绿树成印风景优美的森林尽收眼底 这里是花了将近20年平地造林的屏东线岩山公路 是大五山脚下最美的一条公路 台唐为配合国家绿能政策 静悄悄筹划面临计划 要砍掉万篮段兴斥农场大约200公顷的树木 发展太阳能 发电 农电 共生的逛电园区 台唐选中这里的理由是灵象不佳 台电首次在万篮乡举办公厅会 印发地方人士强烈反弹 我们那天乡民全部大家都站起来反对 在地的乡亲们真的是平面倒全面的反对 我们的砍树重点 2002年台唐配合政府20年平地造林计划 将屏东平原本来种甘蔗的农地 拿来种植树木 如今造林有成 南从枫梁北到高树 风景秀丽是地方引以为傲的生态旅游路段 万篮乡长林国顺无法接受以林象差为由 来砍树重点 他们一直讲说 要砍200甲林象较差的林木 事实上我们这边的林木实在是看不出来有哪里是林象较差 这样人看一下都超不及到漂亮啊 现在这棵树这边都是水黄皮 然后我们下面有菇薄鱼啊 还有落叶等等的维生态 它甚至是我们万篮乡这一边的守护绳啊 给我们最好的水土保养 给我们最干净的空气呼吸者 在夏天台风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就是煮红制红的一个效果 它充分保障了我们住在平地这一线的 所有万篮的14个村庄的人民财产生命的安全 当地人对这片树林有浓厚的感情 树在长得很慢 我们已经这样培养了20年 你说砍一天就给它砍完 那么好的生态 你这样子砍掉以后 是生态好解啊 环保团体痛斥 只能用荒唐两个字来形容 砍树重点的政策 太阳能的转换率到18%而已 食物的转换率有话多高达45%以上 它提供 例如说二氧化碳 氏氧 再来一个调节湿度 降温啊 这种冷气的效应 再来提供那个景观 再来提供动物的栖息 和食物的来源 食物的能量的转换率 还高于太阳能量 这个国家的绿能政策 真的是方向作办 一公顷土地可种植1至2000棵树 要砍200公顷的树 最多会砍掉40万棵树 农民无法想象没有树的日子要怎么过 你今天把它那个植物都砍掉了 那风叠就一定就不来这里了 你所看到的是植物有开花 可是它没有那个树物跟虫 那植物的收成绝对会受影响 台塘万栏断的平地造林计划 再过一年就起满 起满以后就是台塘的自己的权利 但是可能就是有关 对环境面对社会面的一些规范 可能台塘要去注意 就是要注意一下民众的观感 台塘强调目前还在规划阶段 会多听各界意见 我们会持续沟通 因为可能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在介绍这个设计的时候 都有理想 就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深深的思考 不要这个去激起民变 一大片的那一个光电板在那个地方 那是很单调的 很无趣的 那你在那个吸引游客来说 这是没有亮点 地方人士希望台塘倒下留树 不给树一条生路